老闆說全台第一的排骨 你是在手洗愛玉嗎 你就會聞到一陣那個 烤煙香的味道 怎麼會吃到我通靈喔 天天就裡面包牛肉餡餅 媽媽的愛就喜歡真的 以後每次怎麼都比較熱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三歲半的頻道 我是瑟瑟兒 哈囉 我是老闆 我們今天在吃咧 我們今天來到熱情的高雄了 實在有夠熱的啦 我的毛巾的溫度到底幾次 但是我現在全身這樣冒汗 欸 旁邊剛剛還有河 怎樣 我要跳下去 妳要跳下去 游泳就會兩爽了 這麼拉 那我們今天主要來供三民區 我看了一下 很大耶 從那個什麼 火車站 對 大部分人搭火車 一下來就會發作夭 一定是周邊美食先開吃 然後它這邊還有涵蓋著三民市場 反正這邊就是好吃好玩的 好買的 全部集中在這一區 我看了一下美食 夭壽賊的 今天要準備開吃高雄三民區出發 那我們現在吃什麼 現在要煎到那個三民市場 反正就是有市場的周邊 一定是環繞美食 而且市場的地方啊 美食都開得非常非常地久 現場排骨酥耶 哪裡 好香喔 那我聞到好香香的味道 這一份怎樣買 半斤一百三 整斤的又會下兩百四 最少要五十塊以上 非常的好吃 今天整排骨第一的 老闆說全台第一的排骨好 超香排骨酥 超香排骨酥 在地人說那個肉炸也超好吃的 其實是一個肉炸 肉炸 肉炸 還有那個碗粿 它就賣只三樣而已 然後在地人說三個都要買 三個都要買 我們沒有那麼會吃好不好 我覺得進台市場超可怕的 除了人潮滿多之外 我左右邊的那個美食 完全就是超吸引人的 也差選吃新豐富是不是 對 排骨酥它最少是要買五十塊錢 其實它分量好像不多 不多 就這樣少少 就跟夜市一樣 可是現在夜市最少都一百塊了耶 排骨酥吃起來像那個 排骨飯的排骨 好像的 只是它的那個 骨頭比較多一點點 對 我吃到這個有點鹹 我會想配白飯 而且它好像是 應該是有鮮乳瓜炸過吧 用乳汁的香氣很濃厚 我覺得是好吃的耶 比夜市還好吃 對 好香 它炒得很香 香喔 我站在前面這個 這個味道太誘人了 太誘人了 對 我們現在要去吃那一家 燒馬蛋 它看起來就是 芝麻球 那裡面是包芋頭的嗎 不是啊 不是喔 為什麼都包芋頭 因為很多芝麻球裡面有包芋頭啊 那是玉籽球啊 不一樣喔 我以為是一樣東西 你就搞混了 玉籽球芝麻球 都是叫做球啊 但是它這個叫燒馬蛋 這有一首歌叫什麼 香 三 爬 鮮 就不如 不一樣耶 不一樣耶 它其實就是賣兩樣東西的 一個就是這個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芋頭餅 嗯 好像放大版的酒 西瓜球 我這一大顆咬下去很爽耶 所以它裡面是有點 不是有點 它是屬於那種空心狀的 它還是吃它外面那個芝麻的香氣 可是它的這個好像是 從很久以前就是流傳下來的點心 對 可是我覺得真的越吃越空虛 因為它畢竟在市場裡面嘛 拍了很久 我覺得它吃的是一種回憶 因為我看很多都是那種婆婆媽媽 阿公來買的 可能就是從小吃到大一種 零嘴啦 這個是芋頭餅 它也是15塊對不對 對 都15塊 所以你兩個要全買 然後30塊 非常適合點心或是下午 可是它這個應該是有餡料對不對 有爆芋頭吧 不然它幹嘛叫芋頭也 它就是中間這一層它就是 哦 這個比較紮實 這個裡面是有東西的 第二層 我覺得之前要點像是那種麵包的口感 跟餅乾的口感的交界 很像 嗯 然後外層就是再裹了一個粉 然後再炸這樣子 我覺得還不錯 勝過剛剛那個燒馬蛋 好 它裡面是傳統的 是賣那種什麼 生殖的 生殖類的 包嘴嚼一直在吃 要加黑輪 然後它除了賣黑輪之外 還有烤香腸跟烤糯米腸 在烤的時候那個菜烤的香氣 超香的耶 它一份的話就是這樣子 兩個 它這個烤黑輪啊 跟我們之前在那個 起進吃的那個烤黑輪很像 可是它沒有那個配料 它很簡單 要你吃古早味的 而且我喜歡它這種 飽飽的這樣子 剛好烤完之後啊 這一圈有沒有 焦焦的 對 你喜歡吃旁邊那個焦香 對 所以我等一下吃的話 我會先 咬好不好 快一點 你就會發現它那個 偶然是這樣去死狀 不會 我跟你講說 是整塊你自己拿去吃 那你不覺得高雄它跟黑輪是畫上等號的 只要想到黑輪就想到 欸 高雄 因為在台中好像吃這種烤黑輪片 除非你去那種烤肉店 但是他們有一個專門攤販 是在單不存就是只有賣烤黑輪的 就是有來高雄才有 它這個三平市檔 這個路其實滿小的 然後機車又會從這邊騎 好 那我們剛剛吃了很多東西 想盡你一定非常的渴吧 哦 很漂亮 我跟你講 口渴的時候啊 就是不要再喝什麼甜蜜的東西 但你去喝一家愛玉冰 它非常的透心涼 那我們來喝這一家愛玉冰 那個是阿嬤她自己熟悉愛玉 愛玉很搞剛耶 我之前不是有去DIY 就那是愛玉 喝到整個頭都好累喔 然後他說他們這個愛玉是那個阿里山的 阿嬤的愛玉就是阿里山的 阿里山的愛玉 我剛有吃一下他們那個愛玉的 純手工的 吃起來很Q彈 而且你不覺得就是夏天 只要看到這個愛玉 還沒吃你的那個熱感就消退了一半耶 這家店超火星的 因為我們想說那是賣愛玉嘛 然後我看到它旁邊有三種配料 一般我們想說加配料 人家都會加個五塊十塊 然後我剛剛就問他的阿嬤 他說加配料不用加 他還問我說要不要三個都加 我說不用不用加一個就好 那三個是哪三個 就是有粉鹽 然後一個看起來很像是茶凍子吧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這個仙草 加料不加鹹耶 那你知道怎麼判斷它是天然 還是那個化學的愛玉嗎 看它透明度嗎 愛玉它只要放置一段時間啊 如果你看它慢慢的出水 放久的話會變小塊的話 那個就是手工的 放久會變小塊 自然縮水就對了 對 它會縮水 它都是化學 不管放多久 它一樣就是那麼大塊 我剛剛班天到底認識啊 妳是在手洗愛玉嗎 我剛剛看到妳的大拇指 已經插下去整個愛玉裡面了耶 因為它裝得超滿的 好好 妳也是在洗愛玉對不對 對啊 也是手洗愛玉 哈哈哈哈 它這個吃完完全沒有步驟耶 感覺那個檸檬唯基底的 搭配青梢消息和阿玉跟那個仙草 完全就是 整個matchitch 消息聖養 那我們現在來到這個 寶恩公的廟口 它這邊感覺旁邊滿多那個 賣吃的 這家香腸好像是這邊的生意最好的 它就是賣香腸跟大腸 壓來的時間比較稍晚一點 我剛剛看它上面好像已經沒有大腸了 但是只剩香腸還是排隊的很誇張 通常那個香腸很好吃的 很傳統的 都是在那種廟口 路邊那種烤煙牆的 但是一般的話都是那種小小攤子 我第一次看到那個廟口的烤香腸 規模算很大的耶 而且我估計可能在一個小時裡面就賣光光了 其實它是2點到2點多開 它旁邊你們有看到它釣那個香腸 它就是那些 你知道原本它是掛了很多條就對了 剩開的 現在剩差不多3、4條 賣完就沒了 而且你還沒有進到那個廟之後 你就會聞到一陣那個烤煙牆的味 就超香的耶 等一下 有汁是不是 它的香腸是搖起來是有點紮實 但是它又不會烤得過硬過熟的 一天烤應該那個整排 如果滿的話應該要好幾百條 有喔 對 所以它的烤光有一定的能力 我剛剛吃它那個香腸 它厲害的地方是什麼你知道嗎 香腸烤到都出汁了 你看這個袋子下面是什麼 滿滿的汁耶 它那個香腸怎麼那麼多汁啊 它是整個汁保留住耶 雖然它是幫你切成一小塊 但是貨真價實這個汁在袋子裡面 沒有 我在騙人 滿厲害的 然後它蒜頭它是直接幫你丟在裡面這樣子 是有吃過最好吃的香腸的 沒有吃到蛋好像可惜喔 你可以明天再來啊 以它這個香腸的功率 我覺得它大腸應該也是非常厲害喔 對啊 而且我看人家都四五條以上耶 對啊 很像我們這樣買那麼少的 我們剛剛這個分量其實就兩條 而且這個會吃超炸熟的 對 頂不下來了 那我們現在來到了夜市 這邊啊也是三明區 晚上非常非常熱鬧的地方 跟台中的那個中校夜市一樣 對 炸的啊 滷的啊 正餐啊 而且它從早上吃點就有了 喔 是喔 也有下午攤飯 差不多晚上十二點 晚上也有晚上的攤飯 對 三餐都包括了 那我們來吃這一家是 吉林露的 吉林針餃 等一下命名方式香腸的蛋 這樣比較好記啊 對 我要來去吉林露吃吉林針餃 好浪火令喔 一籠是 七十塊 你知道我總幾顆 十顆 一二三四 六十 喔 你輸好快喔 我剛剛在前面看的時候 我決定輸好了 而且它的那個生角蠻大 因為你外皮就看得到它裡面的餡 它是什麼餡啊 我還沒咬 為什麼你知道我通靈喔 你沒看到上面有什麼 什麼吉跳蒜 沒有 所以我要這樣 沒有 我已經算好 裡面就是搞理菜餃 你是剛剛在前面看到包對不對 對 還想烤我 然後我剛剛是沾那個醬油 然後它有黑一點通 再加一點蒜 嗯 它吃起來 真的很像水餃 因為它的那個高麗菜 它是咬得到那個脆脆的感覺 好香喔 這個蒸餃我喜歡 因為有些那個蒸餃 它可能一樓賣45或50的 結果很小 然後皮很厚 肉裡面只有 一粒一粒 我覺得是一分錢一分貨 對 它這個雖然說是一樓70塊 但是裡面的內餡包炸多 對 真材實料 不是整個吃起來那種蒸到很乾的 然後它們這邊都是一樓配一個酸辣糖 它們這邊還有另外一個 腸粉 對 而且我覺得它這個一樓吃完 對我們女生來講 蠻剛好的 嗯 可是對我來講的話是偏少耶 那你再下一個湯或一個腸粉啊 不然就是外面一整排都是怎麼吃的 我跟你講不怕你吃不飽啊 就是一直下去 讓你飽到整天而已啦 超酷的 雞蛋酥 我當時第一次聽過雞蛋酥 對 一般都是雞蛋糕 所以它在裡面咬有什麼東西 它其實甜的有什麼花生 然後還有原味的 鹹的唯一的就是咖哩 所以我就買了咖哩 因為想說花生好像也滿一般的 原味就還好 咖哩包在這個裡面吃起來很甜 蠻特別的 我覺得它炸的有點像是那種 雙胞胎 紮實感跟那個厚度蠻厚的 我覺得這個不能吃太多 會有點稍微乾乾的 因為它不是那種水分的咖哩 看我剛剛吃下來 它那個口感很像是 甜甜圈裡面包豬肉餡餅 甜甜圈裡面包豬肉餡餅 它是甜甜圈的外皮嘛 它裡面內餡吃起來很像是豬肉餡餅 這樣形容起來好像就是有一點感覺了 對 不過我真的好難形容 這個東西很像什麼 但是你又覺得它外層跟內餡都似曾相似 所以這個形容很好 對不對 對 哩哩哩哩 我剛剛發現那個高雄好多炒飯喔 很像來到那個泰國 喔 對 對 泰國的麵就是會一個丸子啊 然後豬肝什麼干類 然後海鮮 上面豬肝你不走 欸 這好豐盛喔 欸 這什麼會不會痛痛 不會啦 這才美景店內怎麼會痛痛 那我們來吃的這兩塊是老三頭麵 然後它有賣一種小菜 燙心菜跟湯這樣子 對 但是大部分的都是為了這一碗來吃 而且它的麵是細的麵耶 我剛剛有小吃了一口啊 它的麵很像是那個印尼的炒泡麵 它這個配料很像是泰國的水料 就是很蠻 對 但是它有保留一個傳統的味道 什麼味道 豬油 喔 對 對 它這碗麵好綜合喔 這裡面很多就是那種豬肝啊 它上面全部都是麵上類的東西 你要負責吃 隔天肉類的 唯一你可以解決的應該是這個 蝦子 還有這個 鳳丸 其他都用給你了 對 而且它的配料我覺得蠻豐富的 我覺得蠻清淡的 所以它們前面才有放那種醬料 有沒有 吃那種辣椒啊 就是醬蜜蜜這個嗎 對啊 但是我覺得它豬油香氣就很香耶 不要每次怎麼都加這個 外來調味料 我們要吃那個好原味的 然後我看它那個小菜的選擇也很多 那你點的是什麼 什麼肉選 就是很像拜拜的那個 對 超像的 現在很少人賣這個 這個我喜歡 蠻不一樣的小菜 我們剛剛點了一個這個是什麼 郭辣肉 對 但是我覺得它的郭辣肉 跟我們那個中部的郭辣肉 好像不太一樣 是喔 這樣講的 它好像就是一吃一吃的 還是我太久沒喝菠辣肉的吃 沒有 它們就是一吃一吃的 而且我覺得它這一碗麵的分量 真的蠻多的 它跟你去買那種什麼 陽春麵啊 或是鍋燒意麵 還更多 感覺有兩球以上耶 我怕你吃不飽而已 我怕你吃 我怕我吃不下 那我們今天高雄三民區美食 成功 Yeah 三民區的美食真的超多超多 而且還有很多人還沒吃到喔 對 我跟你講一天絕對是怎樣 吃不完 還沒料啦 如果整個吃完的話 我可能就是 飽到身體是不是 直接躺著 沒辦法動了這樣子 三民區真的是 非常非常非常大 想吃什麼炸的 烤的 滷的 正餐啊 小吃的 點心的 甜點 全部全部 在三民區可以全部飽辦 那我們就說出印象最成客一間 那我畫是那個烤香茶 那我自己畫就是那個吉林街的那個蒸餃 那烤香茶真的是我吃過最好吃的香茶 沒有之一 烤香茶很厲害的是它的那個烤香茶會爆漬 我第一次吃到會爆漬的 因為一般有的烤的會有點偏乾 對 然後重點是配上它那個蒜頭 真的是超juicy 但是比較可惜的是我們燒晚去了 沒有吃到它那個 肉米茶 對 我覺得它的肉米茶應該也是非常非常厲害 那我自己就是那個蒸餃 因為我平常真的也是蠻喜歡吃蒸餃的 然後它最近的那個蒸餃啊 媲美水餃 它內餡真的非常非常棒 它就是水餃 你就是把它蒸起來而已 然後沾一點那個醬汁啊 就非常非常好吃 那以上呢 高雄三民區的美食就推薦給你們了 如果你們還有其他非常在地的美食 或是今天的移住自餐 或是你覺得我們今天吃的美食 你最喜歡哪一樣呢 歡迎下方留言跟我們分享哦 那在影片結束之前呢 下方留言記得幫我按讚 還沒關注我朋友記得幫我按下 訂閱哦 然後最後呢 記得幫我們影片分享出去 開啟你的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三歲半美景 精彩的影片 那我們就下集見囉 掰掰